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睇聚集 我是Dep 我是Hibi 听过很多朋友都说八阳星 其实我们是如何阳星的呢 是否带着我们的肉体去其他地方 你怎么知道 坊间常说开心心灵都会说 可能这个时代是地球一个整体阳星的时代 是人类阳星的时代 也有一些朋友觉得我们阳星了 灵魂就不需要在三次元的肉身受苦 就可以去到四次或者五次元 或者更高维度去做一些高维度的意识体 这个是最终的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阳星当中 我们要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去一个转化的过程 我们今天来讲一讲阳星 以前的年代 是地球好像细胞一变二 二变四 四变八 八变十六 分裂了很多不同的平衡时空出现 就是有千千万万过我 说起平衡时空 補充一点 就是我们每一个决定 无论我做了还是没有做 只要我有一个念 做了一个决定出来 都会分成两个平衡时空 之后这两个平衡时空 又会有不同的决定 不同的行动 之后又分成不同的平衡时空 所以我们几乎是每一刻 都有一个平衡时空出现 是的 你有这么多个平衡时空 让陽升是把这么多平衡时空合结在一起 如果有两个平衡时空结在一起 即是ードdepth二次方 如果另一个平衡时空的adept 都是很好的adept 就会变成 буent auch 能量可能会高一点 如果我们有很差的ド mucho 就会变成一个一般般型的Adapt 即是说现在有一千个Hibi出去了不同的人生 后来他们最后就合在一起 平均分有多少 看看是高分的Hibi多还是低分的Hibi多 看看平均是比我好还是比我差 是的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有这么多人说 有起事上来就越来越差 或者有很多突发的事会发生 因为在另一边的平行时空 那个你已经结合了一切 你的选择可能会更混乱 没有以前头脑那么清晰 或者遇到的事 为什么这些古古怪怪的事 突然会发生在我身上 前半身或之前的时间 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阳升最终目的 结合成一个高能量体 但是这个过程 我们是需要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 因为之前其他平行时空的选择 都是我自己的 我要承担 那为什么会在这几年 或者是现在这段时间 特别有这个现象 而不是十年 二十年前 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马亚力法 就在2012年12月21日 计算到21日而已 在那段时间 其实已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太阳机 正常方面都会有变动 在尖星河来说 2019年尾 有一个土星和明皇星的合相 都是一个打破以前旧有的模式 建立一些新的模式的能量 这个能量都非常之大 相信全世界全地球的人类 都已经感觉到这个很大的生活的变化 所以可能在这些多重能量影响下 这段时间就会越来越多人有这个感觉 所以很多身心灵界的朋友 都不断 可能近五年十年都在说 人类扬升地球扬升 其实就是说 我们散开复制的自己 要变回一起了 这个过程 所以有很多工作方案 改变什么合一 或者是其他 为什么要合一 因为有很多个自己 重新合回一个完整的自己 那就是说我们的阳升 去到现在这个时候 就好像一个很大的分班考试 嗯 将我们这一世 甚至很多的前世 每一个平衡宇宙的自己 所经历的课题 全部集中在一起 同一时间一层面对 接着就会有一个生命层次的分别 好 那我们说得很虚无 我现在做一个例子 譬如我 阿爹 我现在是一个身心灵界的导师 可能平衡时空有一个很暴雷的 经常打人家 见人家不顺眼就刮他两巴 这样的一个阿爹出现了 他这个阿爹 分回来黏在我一起 我会怎样 我在这一世 我就会突然感觉到 这个人不顺眼 那个人不顺眼 我就会想打人 我不知为什么 好像一只野兽一样想打人 但是我要觉察到自己 我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情况 我可不可以用什么角度 或者看法去处理到我自己的心情 这个叫觉察力 每一个灵魂 或者每一个平衡时空的自己 其实有一个课题 或者一个状态 一个意识 比如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有钱人 他的平衡时空 是一个很穷的人 看他的价值 金钱 看得很重 突然间就会觉得 很不想去 花钱 很怕花钱 突然间变得很沽寒 突然间变得很沽寒 为什么呢 其实他要觉察到 他根本就不需要担心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自己的觉察能力 当我们提高了自己的觉察能力 那我们就会有进步 每一个平衡时空回来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那如果我平衡宇宙的Hibby回来 未必是索的 他带了些 可能很肥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带了一些课题给我 那我知道 现在我看了你的影片 我知道我要觉察自己了 是的 但是怎么做呢 之前的一些片段 或者youtube 都说过 首先 将自己的尺度 是对自己 不是对人 不是先量度 就是不要怨天由人 我说 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其实所有的事情 都是自己造成的 只不过是平衡宇宙的自己 是的 如果我不知道有什么课题 那第一件事 首先你要知道 每一件事 你的内心有没有受过违屈呢 但是我不想违屈 也不能只是自私 我什么都只是想自己 那不行 爱自己 爱自己 这个度 其实很难去拿捏 你要慢慢去学会 觉察自己的内心 所以觉察自己 在我的课堂里面 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你上我的课堂 或者现在去学一些 新心灵的课程 我希望大家 是为用新心灵 这件事 去摆在你的生活上 去觉察你自己 而不是追求 什么证书 什么传承 那些 根本跟你生命 根本没意思的 人家只会看到 你做人的态度 或者你面对 待人接物的态度 和生命的状态 是的 你说这些什么 全成啊 或者证书 根本就没意思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 专注在你的人生 而不是专注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是 我们是希望了能量 可以在自己内在拿出来 而不是说 我有一个什么国际认证的证书 我有一个什么文憑 我就有力 有能量 有力量 把你自己的力量 放在外界的东西 外面的东西 那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扬星的原理了 还有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 生命会发生很多事 那我代表大家问一句 我们知道了 之后 要怎么样呢 我们每个人 会经历不同的事 或者有不同的人生 最主要就是 你可以选择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这个才是最重要 每件事都是中立的 没有划分好或者坏 当每一件事 发生在你生命当中 如果你感受到很舒服 开心的 坦然的 那就OK了 所谓的不好的事 比如说病 或者是失业 或者是可能窮腹 有些苦难 都是一个另类的礼物 送给我们 令我们有机会 去体验生命必经的功课 或者去成长 其实我们人生当中 每一分 每一秒 都是一个考试 考验 去令到我们的意识 慢慢 越来越进步 所以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在每一个当下 就是每一个 现在这一刻 或者有些事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一个正面 中立 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 无论是一件 所谓的好事 还是所谓的不好的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个 正确的态度 去选择你的人生 去选择你经历的事 去选择你应该选择的 令到没有后悔这一件事 出现在你的人生 这个就是好的人生 我们阳声见 我们see you on the to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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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